这里是广西的一个小县城的旧区 今天来这边赶紧 看一下 好像挺多人 到处看 这是一个旧城区 很多便宜的东西卖 这边基本上都是很多那个老人 在这边 都是这些老人在赶紧 因为东西便宜嘛 今天是国庆第二天假期 人还是蛮多的 都是老年人居多 老年人居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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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都叫月饼清仓大减价了 因为过了中秋了 中秋的没人吃月饼 十块钱六个 卖什么的都有 卖菜日用品 到处走走 到处走走看 都是一些老年人 都是一些老年人 老年人居多 啥都有人卖 卖草药这个 哦 这里是一个渡头 那些人过来这边赶集 赶完集就坐这个船去对面那边江边 就然后回家 前面有一个跨江大桥 啊 今天的天气还是挺热的 到处走走拍一下这个赶集啊 嗯 这是广西这边的五县小县城这个一个旧区 等一下还去前面那里拍一下那个旧城街道 旧城街道看一下这延门风貌 这里挺多船的 全部都是渡船 就是渡过来这边赶集的 前面很多那个船 那个沙运沙船停破架岸 有几十周吧 全部停在那里 这是休息休息区的一个凉亭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防洪堤坝 防洪堤坝它建成了一个凉亭 这房子那个洪水到时候洪水从外面淹进来 这个黄红堤坝其实挺长的 从上面看一下 看这些人多的不得了 下面还有很多 这里是广西水果自游 火龙果十块钱十个 还有那个什么洋缸不贵的那个叫什么 都是卖青菜 卖水果 这些楼很老旧的 应该这些是八十年代的楼楼房 或者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盖的 现在还是很古老 这里什么都有 风水果自游 开玩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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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都说那个月饼免费吃 现在中秋过后 十块钱十个让你吃个够再买 现在的事简直是这样子